哈喽大家好,我是Dunlow 欢迎来到每周Steam特买单元 这周没啥好讲的就是各方革命的游戏 全部都历史新低 而且还有压倒性好评的补魔作品 推荐啊推荐 于是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有哪些作品吧 Cosy Golf 原价268元折扣70% 历史新低80元 原价6200篇竹都89% 极度好评 是款生活模拟作品 玩家身为一名林童君将在这座闹鬼岛屿上来露营 每天在岛上跑跑绕绕 安抚当地的熊熊幽灵 找找蔬师钓钓鱼 完成任务就能获得新物品 来解锁新的功能 而随着新功能越多 你就能制作更多物品家具 来布置属于你的家园 那游戏特殊地方在于跟动物生友会一样 游戏时间是跟现实时间同步进行的 因此每天能游玩到的新内容是有限的 差不多30到60分钟左右就能玩玩 玩完之后你想玩更多东西 解更多任务 NPC都会跟你说现在很忙 要你隔天再来 接下来能做的事情就是农基础素材 然后隔天接取新单物做新东西这样 就跟动物生友会一样 是款疗愈温馨的轻度游戏 异端监查 原价188元 折扣12% 历史心低146元 评价2000篇左右的87%几度华评 是款卡牌塔方游戏 在地狱里边产生裂缝 有许多罪人们想要逃出地狱 而玩家将担任地狱经理 来雇用一名资源开始游戏 那每一名资源都有不同能力 像是每回合人多换一次卡牌 献祭生命能获得能量来多出牌等等 那玩法就是中间有个防御塔 而周围会不间断地冒出罪人 向着塔中间前进 而你必须抵御他们 如果他们走到中间裂缝处 我们就会扣生命值 那每隔一分钟就会轮到出牌回合 每种卡牌效果都不一样 像是我们可以召唤更多人来帮忙打怪物 或者提高塔的伤害 攻击距离 附加能力等等 而卡牌有分等级12345 但大多情况我们必须透过合成 1加1 2加2 3加3的合成 来获得更高一家的卡牌来使用 那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BOSS战 但BOSS就能获得生物 来永久加强这一局的玩法 前往下一层地狱挑战更难的关卡 Present Simulator 原价318元 折扣4% 历史性低190元 评价1700篇左右的87% 几度好评 是款监狱模拟器 玩家将成为第一天上班的狱警 来帮忙管理者做监狱 维持一个良好秩序 起初你能够创造所有犯人的外观 懒得冲人也可以全部随机化 想要带路感的你可以上传贴图 用真实的人来当成犯人 那全部设定完成之后 开始工作 接待新的囚犯 检查包裹是否有违禁品 如果有的话 看是要冲工留下 或者是顺走当成你的财产 甚至也能收取贿赂来给犯人一个方便 根据不同选择都有不同后果 除此之外也能安排犯人进行工作 来为监狱赚取额外收入 那在闲暇时间 也可以游玩许多小游戏 像是去靶场开枪 或者拆开枪械 清理枪丝等等 那这过程都会遭遇水击事件 像是火灾暴动 你必须确实的处理好事故 来防止逃狱的发生 是款相当理真的监狱模拟器哦 OPUS 龙脉长歌最终版 原价是890元 折扣50% 历史新低245元 评价7000篇左右的96%压倒性好评 是款文字冒险游戏 龙脉是一种矿石 也是一种资源 在时代前的太阳戏群山地区中 许多势力争相抢夺龙脉 开启场场战争 而最终是由大型财团获得胜利 自定了龙脉挖掘法 才结束了这混乱不已的纷争 那在游戏中我们的女主是一名女巫 因为体质的关系能够感受到龙脉的存在 因此女巫也被称为是战争兵器 被人们所厌恶 那主角所在的地区 是个陈大印绝不投降 但投降的出乎意料的找的阴海人后裔 而被人们所唾弃 那两人都有所背负 必须要达成的使命 就这样男主与女主相遇在一起 开启属于他们的冒险 然后法就简简单单 主要还是以文字冒险为主 在优秀文本的铺陈下 是了融合且攀驳的配乐 游戏我玩到最后看到那片场景 酷的稀里哗啦的 是款非常推荐的作品 Let's Train Home 原价199元折扣34% 历史性第395元 评价2000篇左右的87% 几度好评 是款即时战略游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讲述了杰克斯洛伐克军团 在返乡之旅上 被迫卷入了俄罗斯内战 那游戏文法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火车经营 我们必须到处收集物资整修列车 来把士兵们分成白班夜班 分门别类的方式在各个岗位来驾驶 而且还要应对士兵们的各种负面事件 那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面临许多遭遇战 这方面的文法就比较偏向于简化版的RTS 每个士兵都有各自的技能能力 像是探查兵、医疗兵等等 那我们可以根据任务目标来潜行获取资讯 而如果看到敌人过来 也可以把手下隐藏起来 来一个怨中捉鳖 那战后结束之后能够配点点数 加点体力、敏捷、自力等提高战力 解锁新的兵种实业 来继续这十四般的剧情故事 East Trade 原价1080元 折扣60% 历史性低163元 比起来是1500篇左右的89% 极度好评 是款步行模拟出品 你是一名旅行画家 因为母亲一致的关系 而来到这座神秘大陆上 准备用画布来记录许多美好画面 那游戏目标很简单就是画出特定的是符画 但想要画出来 就必须跟随主线到处跑跑绕绕 来解一系列的任务得到线索才行 像是有人想要一刷木筏 但周围没有木筏 于是得在周围与其他人对话寻找线索 例如有人想要一幅沙滩画 你就能画出这幅画送给对方 他就讲你如何制作麻绳 麻绳是制作木筏的前置任务之一 就这样依序地把所有任务完成之后 就能得到木筏来继续你的冒险 当然啦这过程也并不只有画画而已 加上你还得阅览书籍来学习新的姿势才行 那游戏画面很漂亮 配乐也很悠闲 推荐给想要散步冒险下的玩家 乡村狂想取语言价94元 折扣16% 历史新低74元 评价13000篇左右的96%压倒新好评 是款补膜作品 补膜补丁动态CG 游泳云潜水区 这可以说是色色版本的牧场乌语 加上你是一位大学生来到乡村生活 在这边可以种田钓鱼伐木等 来解决村民们的难题 建设村庄内的设施 与众多女性们培养感情 那当好感度大标 就可以对方进行补膜 甚至到了后期 也能种植烟草卷个烟 抽上这根烟 就会发现动物们全都拟人化了 隔壁家的野狗变烧了 鲁牛的胸变得可口了 在形仰难耐之下 以对方开始了深度交流 既实用又好玩哦 可以说是必买的作品之一 因为真的是太便宜了 如今历史新低评价要那么好 未来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再低了 所以想买的 现在是可以入手了 Daily Days 原价226元 折扣90% 历史新低22元 平价900片左右的87% 几度好评 这款僵尸生存类漏格游戏 加速连锁素食店 推出一种新汉堡 里面含有令人上瘾的秘密成分 就这样吃着吃着 就爆发出了僵尸危机 那游戏是按照天数方式进行 第一天当然是最简单的 玩家可以操控倾存者 来去城市收刮资源 像是食物 武器 道具 特殊技能 以及解救更多新的倾存者 来放到队伍中操控 但每个倾存者的天赋能力各有不同 有的是加快换弹速度 有的是增加远程武器的伤害 那么还能透过打倒僵尸来提升等级 更进一步的加强天赋效果 等等要说东西太多太多了 因此一旦收太慢 到了晚上 僵尸就会开始暴动 所以得要抓准时间赶紧撤退 那返回基地之后 就能换上新的武器 装备以及技能 甚至建造新的房间 来永久的提升被动能力 就这样随着天数的增加 所面临的僵尸也会逐渐增强 得要在这个末日之中 想方设法的存活下去 好啦 这期特价就到这边附上懒人包资讯 过年不是夸到的吗 我开始逐渐害怕 见到那些长辈的时刻了 身旁那些长辈们突然问你 诶 当肉 你的YouTube做得如何啊 是不肯告诉我们你的YouTube吗 而更糟糕的是 当一些同辈的远方亲戚见到你 又一种既熟悉又疑惑的表情看你 奇怪 当肉你的声音怎么那么耳熟 我好像有看过你的YouTube哦 你是不是那个 哼哼哼哼 那个那个那个 哼哼哼哼哼 所以拜托 如果真的有人认出我是谁来着 真的不要到处张扬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私下解决 如果你的嘴不太牢固的话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